富光国小户外教学活动 由农场主人带领师生了解菇类的种植 并进行多肉植物组合盆栽体验 小朋友参观菇寮 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 了解菇的种植 照顾到营养等等 并且亲手栽菇 一系列有趣的食农教育体验 带给学生满满的学习动力 多肉的部分 我就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盆栽 而且还有得到名次 我觉得非常开心 吃到香菇饼干 还喝到黑木耳露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非常开心 农场也安排他们去品尝 很多有机的农产品 让他们对食农教育 还有对相关的 我们的植物的栽种跟它的用途 有更深入的了解 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将废弃太空包循环再利用 进行多肉植物组合盆栽体验 发挥创意的同时享受栽植的乐趣 不只有吃有喝还能够动手做 小朋友参与相当热烈 学校希望借着户外教学 结合食农教育的规划 带领学生亲身体验 了解循环农业的永续发展 什么叫做循环农业 也就是我们菇类的太空包 长完菇以后 会剩下很多的木屑 那一般的就是把它抛弃了 或者是乱倒这样子 那我们农场不是 它把木屑累积起来 然后做堆肥 然后之后这个堆肥 再结合一些土壤 然后就下去种多肉植物 然后就是一个永续 农业永续发展的一个模式 这座农场专门生产菇类 也是草屯镇菇类产销班第一班 农场内种植多种菇类 这次特别申请了112年度 推广平日国内团体 农业旅游奖励方案 希望鼓励各类教育机构 师生户外教育 提供大小朋友更多当季农事体验 强化大众对于食农教育的人知 记者曾光佑草屯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